你的遮瑕 我的遮瑕 搞定100个新手化妆难题 今天是黑眼圈两部逻辑遮瑕 一 先搞清楚顺序逻辑 首先化妆的环境一定要确保正面对光 先找到你的黑眼圈和眼带的位置 把脸低下来一点 现在看到的才是一个要遮的黑眼圈区域 找对位置更重要 我是先建议新手的 性能全脸的底妆再遮瑕 对手法的要求会更低 关键点就是眼中 需要遮瑕的这一圈 空出来 本身眼中的纹理和动态的表情就需要过 要是粉底涂在眼周既遮不住 再叠加遮瑕的时候又干又卡 所以干脆各干各的粉底均匀里的脸部肤色 遮瑕呢就单独遮黑眼圈 第二步 不理性眼圈很重的 先角色 首先黑眼圈的底色呢 应该是靠颜色去照正 而不是靠厚度来覆盖 所以你们又厚又卡还遮不住 你们都听过三文鱼色 但是三文鱼色是有以前很多的 你们就记住 眼圈的底色越深 颜色就要选越橘 三文鱼色太亮浅的 都没有办法起到一个很好的校色效果 甚至是发挥 先在手位上把液体减量 不要用刷纸 手指呢就是你最好的工具 上液体的脸越薄越好 好操作 不容易拔干 眼圈颜色校正的差不多了 第三步 再遮瑕 液体 霜状 膏体 三种质地 手蚕 首选霜状 遮瑕能力偏右和遮瑕能力偏强的 操作难度都会相对比较高 刷纸呢就选择一种精细的 圆头和扁头都可以 主要就是够精准 过来个啥呀 眼下从低头最重的这两条八字开始 拿一条线之后 往两边过渡 其他部位用无影子轻点几口 但要注意啊 尽量不要触碰到睫毛的根部 记得留出来一点 上眼皮也是一样 提住眉峰 从外圈慢慢慢慢 往眼盒里面遮 我们要发现 位置与角度 超发现太多了 黑眼圈遮完尽快 越快越好 用松散的小刷纸 先定眼下 避免激线 你拖到月后面 眼睛不停地在眨眼 高眼皮就会把那个遮瑕 堆积在一起 形成那个基线 这样针完了 博物卡 若能保留住 眼睛原有的深邃感 还可以让后续的眼霜 更加干净 搞定100个新手化妆栏题 下一题想学什么 你们来的 别的高追